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402章写傀儡 龙灵呢 这件事情我管不了了 只有让他们出面了 叶浩轩无语的摇摇头道 他们不是号称有远古真龙的血脉吗 他们一定有手段制服这些玩意的 以龙灵现有的实力 拿着玩意真的没有太好的办法 龙伯摇摇头道 而且龙灵中的大能 都不在这个位面 带了门就算是想帮我们 也是鞭长莫及啊 那怎么办 叶浩轩道 偌大的一个华夏 难道没有人能制服得鸟这些傀儡吗 不仅是这个 而且还有一个玄武牙 你们想让我一个人面对这些 玄武牙你可以放心 龙伯摇摇头道 他暂时不会出面 为什么 叶浩轩道 他现在实力很强 他不趁着这个时机给我们致命一击吗 龙灵里面 有压制玄武牙的东西 但是 这会让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而玄武牙一连吞噬剑胜玄机等数大高手心魄 他暂时还消化不了那么庞大的魄 所以一时半会儿 他是不会出来自讨无趣的 那你的意思就是等着他恢复过来 然后把我们一个一个的干掉 叶浩轩怒了 话也不是这么说 龙伯微微一笑道 这个世界上 不管什么事情 都是有两面性的 所谓天地有道 现在玄武牙所做的事情 天怒人怨 所以他注定不会成功 我们再等一个时机 这个时机需要时间去寻找 所以现在我们两方 井水不犯河水 龙伯道 那血傀儡呢 叶浩轩怒道 这种大多数杀器 难道也认由他发展 你刚才也说了 这种血傀儡是刚刚制造出来了 虽然被封入了元神 但智商还是有些堪忧 而且这种东西 是分三个阶段的 他们也不是没有弱点 现在他们属于初级的阶段 只要伤过了一次之后 就会元气大伤 短期内不会出现 玄武牙这么辛苦的 创造出来他们 肯定不会让他们再次出动 因为血傀儡上的元气 伤得多了 会让他的进阶受影响的 现在是初阶 后面还有中阶 高阶 叶浩轩问道 是的 正常的话 是会有中阶高阶的 龙伯一点头道 出阶都这么厉害 如果他们成长到高阶 我们还有活路 叶浩轩怒道 哪有那么容易 龙伯笑道 没有长年累月的积累 没有一个好的契机 他们也不会成长得那么快 所以现在 你就放心吧 现在需要我做什么 叶浩轩道 按兵不动 龙伯笑道 你可以先回去看看 先去休息休息 说了半天 等于白说 叶浩轩无奈的摇摇头道 那我先回去了 去吧 见见家人 出去这么久了 你也该回去看看了 龙伯挥挥手 叶浩轩点点头 从房间里退了出去 特勤局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科技大厦 这个地方 是由某个科研单位 为演示的 刚刚走出门 陈若曦便迎了上来 他问道 怎么样 龙伯刚才和你说 明白了没有 说明白了 叶浩轩抓住陈若曦的手道 本来想着回到京城 想办法对付玄武牙 但是这老小子 同在成了一只缩头乌龟了 而且 让人郁闷的是 有血傀儡这种东西的存在 这种东西的数量 不会很多的 一来需要的材料 现在难以集齐 二来这种东西的存在 本来就是逆天之举 所以 对我们的影响不是很大 陈若曦道 如果以我的脾气 我现在会趁玄武牙 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把它给干掉 叶浩轩道 说得轻巧 哪有那么容易 自从龙灵介入六部之后 天宫整个便与世隔绝了 如果现在和玄武牙撕破脸的拼个 你死我活 到最后 谁也占不了便宜的 所以 我们现在只能是按兵不动 我们在寻找一个时机 这个时机 可是不费吹灰之力的把玄武牙给灭了 陈若曦道 你们不会 把所有的希望 都放到了我身上了吧 叶浩轩的神色有些怪异 不然呢 陈若曦微微一笑道 你说得不错 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希望 都放到了你身上了 因为你创造了不止一个奇迹 而且你也不是一般人 好吧 希望越大 失望也就越大 希望我被出关后的玄武牙吊打的时候 你们不会失望 叶浩轩无语地说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陈若曦微微一笑道 因为你是神 我是你的男神 叶浩轩笑了笑道 行了 不谈这些事情了 我这一次 可是九死一生啊 你知道吗 当听说你出事的时候 所有人都几乎快疯了 陈若曦抓着叶浩轩的手 悠悠地说 我那时候 真想不顾一切地去那边 哪怕是把海水给整个翻过来 我也要找到你 我也是运气好 叶浩轩笑道 遇到了好人 是他们把我救了 不然的话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还在世界哪个角落里游荡呢 因祸得福啊 陈若曦看这叶浩轩道 我得好好的看看你 这一次 真的把我给吓坏了 要不 我们回去 你随便看 叶浩轩不怀好意的一笑 天宫所在的孤风之中 依然是云雾缭绕 自从高层决定 剥夺玄武牙天宫首长植物的时候 这个地方便与世隔绝 本来是属于世界上最庞大 最厉害的特殊部门的天宫六部 现在人人自危 解除玄武牙的植物是容易 但是永远也不要低估玄武牙在天宫之中的威望 因为天宫六部的人 大都是玄武牙为神 现在玄武牙突然被解除了植物 而且并被明令不准踏出天宫一步 六部中人 都不谈定了 好多人甚至去当面质问高层 甚至有些人还做出一些违背常理的事情 但好在有龙灵的存在 这才让这件事情渐渐的平复了下来 越是在危急的关头 越是不能手软 龙灵祭出龙血令 对那玄武牙的救部进行摧残式的打击